大家好 今天就說說昨天 香港政府第一次搞維港煙花表演 你貧窮怎麼辦呢? 放煙花 大家都沒想到 我們沒錢就放多點煙花 更加沒錢 他們原本是搞五一的維港煙花 想吸引多點遊客 但大家知道近幾天 香港的天氣都是下雨和濕氣重 煙花這件事 說起來都是花火 花火 是火 如果有濕氣的話 怎麼會有火呢? 其實正當大部分人都以為會取消 包括大陸遊客 都以為會取消 但政府一意孤行 照射 下雨又如何? 照射不怕 我不知道他們的常識是怎樣 就算沒有讀過書 因為小學未畢業的人都知道 因為下雨 濕氣重 霧氣大的情況下 放煙花是看不到東西的 這些不用讀過書 也懂的 你也懂的 但我們政府是不懂的 照射出來 當然是笑死人 結果是怎樣呢? 我們先看一看影片吧 不用說那麼多 Let's go 恨死人 散怪魅力 這次是 一大口氣 又不是 二大口氣 是 哇哇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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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完影片后发觉基本上是看烟 我不知道是眼残还是怎样 我看不到有任何一粒烟花是爆到的 我不知道是射到上面是跌回还是怎样 是没有一个烟花爆到的 加上它的烟墓尼漫 烟墓是大到完全看不到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 事后有人分析 因为它放的烟花高度不够 只不过是由低空放到上面 首先第一 第二 加上天气问题 湿气那么重 烟墓也很清晰可见 加上烟花又射得不够高 那你就被烟遮光了 加上观想位置 也太近了 一般来说 其实是软点的 因为你这么近 你向上望 你已经被烟遮光了 总之也好 这个烟花又成为这个笑话 香港政府每次搞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笑话 没有一次搞得到 即是之前环保那件事 现在又搞烟花 它真是一单齿过一单 我想问这班人是搞什么 这个是一个班会 是一个班会搞出来的功能 都没理由差到这样 就是一个学生会 甚至一个班会 连中学生都不如 这班内阁所谓 搞什么 你找一次是成功的 可以吗 那结果是怎样呢 他们的米饭班主 即是小红书那班 游夏中国那班 其实大部分都表示不满 他们可能是特意来看 有些都是 他们叫南下 我们叫北上 特意南下香港 想去看看烟花 结果首先 他们投诉位置不佳 即是位置不佳 第二 基本上他们说 只看到烟 看不到有什么烟花 看到一堆烟 不知道还以为是否火灼 但烟大到整个维港都被遮住了 很多人都表示非常失望 但很奇怪 上某些网媒 他们说游夏是大赞 赞你老母 那些很明显是党媒 只能赞好 但基本上 你自己上小红书那些看 可以赞好什么 我想问一下这个烟花 看完之后 你赞他什么 赞他大烟 你根本有一点火 一点火 煙花 煙花 你爆才有花 你不爆 那些是种子 那些花都看不到一朵 你可以赞他什么 说真的 结果 这个烟花 真的浪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钱 然后得出来的成果是简厉 其实我强烈建议 下次明天气不好 要是延迟举行 或者是取消 而且现在科技那么先进 其实我不相信 你是今晚才知道会下雨 其实你天文台一组已经知道了 整个星期都下 你就延迟 有些东西是勉强不幸福的 全世界 全地区都是这么大雨 大风大雨的时候 你真的有什么可能 在这个位置放烟花 你就会瘋狗线 所以有些东西就勉强不幸福 你仅仅要搞 只会成为笑话 反而令到香港的口碑 进一步下降 你想想如果今次大陆人 特意上来看的时候 搞些这样的东西 他们有没有下次 对不对 没有的 有时候有些东西口碑很重要 我离远取消好 对不对 那就是这样 今次又是一宗香港的笑话 我只觉得 下雨大霧放烟花 这个真的不知道 揭透雨是什么 总之是一口笑 那我们今次就先说到这么多 我们明天见 拜拜